这颗蝴蝶兰的侧芽已经长得挺大了 通常来说蝴蝶兰是单轴生长的 也就是它一个中心往上长 新的叶子从老的叶子中间出来 虽然一般情况下它是顺着一个轴往上长 但是并不是说它只有顶部的一个芽点 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芽点 只是隐藏着没有发育而已 这就相当于它保留了很多的备胎 一旦那个主要的出了状况 或者因为其他的状况让它觉得有些不妥 那它的备胎就会被激活 所以生出侧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出了状况 可能是顶芽出了状况 根出了状况或者花茎出了状况 顶芽出了状况就是那些大叶子中间的那个芯 叶芯出了问题 比方说因为进水烂掉了 或者叶芯里长出来的是花芽 就有可能出侧芽 根如果出问题 大多数时候是会重新长根 但是有时候也会出侧芽 比如这一棵 上面出了好多根 但是在靠下一点的位置 左边出了一个小苗 顶部也有新叶子长出来 所以这一棵最后是一分为二变成两棵了 像我这棵是花茎出了问题 是生病黑斧 这个侧芽就出现在黑斧的下方 估计黑斧的这块应该失去功能了 所以藏在下面的这个芽觉得 哦 是时候该出来了 它就出来了 这颗母本的叶芯也出了小芽 所以它母本的这一个轴 还是可以继续往上涨的 而且最近我还发现了一点新绿 这是在刚才那个侧芽的对面那一侧 感觉也像是一个芽 侧芽 但是还有点太小 还需要再等等看 蝴蝶兰出了问题 容易出侧芽 除了这个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有些品种的蝴蝶兰 特别容易出侧芽 就是有些品种的蝴蝶兰 特别容易大惊小怪 明明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它就启动它的备胎 挺好 一颗变两颗或者多颗 蝴蝶兰出侧芽 也是它的繁殖方式之一 蝴蝶兰的叶子 都是180度对称着生 它的芽点就藏在叶子的背面 花茎部分 说到这儿您可能想问 是不是就是花芽出来的地方 没错 就是花芽出来的地方 顺着叶子背面正中间 一直往下看 看到花茎部分 芽点就藏在这个地方 如果这不是最后一片叶子 下面还有一片叶子 芽点一般就被下面那片叶子包住了 也是在花茎部位 一般情况下 这个芽点是会发育成花芽 特殊情况下 它会发育成侧芽 也就是一颗小苗 当然那个位置也可能出来的是根 根是围着花进一周圈 任何一个位置都有可能出来根 但是叶子 侧芽 花芽 都是有特定的位置可以出来 这是我的观察 当然我的标本不是很多 肯定没有涵盖全部 所以如果您有特别的不同的情况 您可以告诉我 顺便说一下几种芽的名称 像这个芽是长在蝴蝶兰的侧面 所以叫做侧芽 顺着花梗往上看 上面长的这个芽就叫做高芽 如果是个苗芽的话叫做高芽 但如果长出来的这个芽不是个苗 而是一个花枝 那就不叫高芽了 如果这个花枝还很小 小的就是一个芽的时候 可以叫花芽 那长长了之后 那随便叫了花枝 花梗 花间 所以高芽 侧芽指的都是苗芽 出侧芽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个就是蝴蝶兰的母本出了什么状况 虽然它可能是一个不太爱出侧芽的品种 但是因为这个意外的状况 刺激它侧芽发育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这颗蝴蝶兰的母本 是一颗喜欢出侧芽的母本 在自然状况下 也就是没有人为干涉的情况下出高芽 这个主要是跟品种有关系 当然也受限于温度和母本的健康状况 意思就是自然状况下出高芽的几率也不是很高 我的所有的高芽都是人工干涉的结果 就是我给它抹了催芽剂 但是我所有的侧芽都是它自己出来的 都是因为母本出了状况 之前的视频也提到过一种繁殖方式 看头繁殖方式 就是把它的花茎一结两半 下面那一段呢 只有根没有了顶芽 所以它的侧芽就被激发发育成另外一颗蝴蝶兰 而上面一结依然顺着轴的方向 继续生长 这种方式只是听说过 我还没有敢试过 这种一结两段的繁殖方式 也正好证明了隐藏的侧芽的存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